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講群星拱照,Begadu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五元雞Patreon,下面說明 有個連結,是無廣告的 還有我們很多新片陸續推出來 因為真的出不了那麼多片 今天講到 譚明倫 譚校長 繼成龍之後,都拱照別吉趙 譚校長也發聲 超哥說過,他的選委很多人 裡面有百多人都是界別的領袖 沒錯 最厲害的那些 業界有一個相當厲害的成績 譚永倫 我們記得不斷彈一些假的東西出來 人們說,哇,有發聲啊 差不多拍手掌 差不多拍手掌 怕死大家掌不到頭位 沒錯 小小時候,拍張背上照就正了 嘩,那個時候炒得熱烘烘的嘛 對啦,這個真的是界別領袖 對啦 誰界別呢 演唱會 文化娛樂 那些啦 沒錯 唱歌 歌影師 那他講什麼啊 他怎麼照啊 李家超 喂,其實啊 超哥開過不同的網上 網上的研討會 論壇 你看看,誠志民就知道了 是吧 在網上一講話 就立即幫他搞定 是吧 原來,譚校長也有份參與過這些網上的研討會 就是他代表的那個叫做體演文出 這個文出界別 文出什麼叫文出 不知道,他是這樣寫的 體演文出 即是他將那些 文化演出 對啦 他將那些字縮到 很難的 長一點就長一點 難怪 他在這個位置做一個交流會 譚詠麟有話說過 說什麼啊 他說呢 標題就是這樣寫的 譚詠麟稱 香港人 香港年青人 對內地有誤會 建議增加演出平台磨合 演出平台磨合 即是怎樣 現在不是在做的嗎 TVB 那個星星不適 星星不適 星星不適 他們不是在做這些事情的交流嗎 不夠嗎 還要做多一點 要要要 連結 遲些不是廣東電視台 無線不適 可能一起連結一起玩 對時候真的是香港電視台 香港區 香港代表 那些人叫他坦白 究竟有什麼要說 這個交流會 譚詠麟就網上跟李家超說話 他說 香港過去幾年 因為社會疫情 這個問題 離開了原先的道路 掉了鬼 希望由紀律部隊出身的李家超 大令香港重上軌道 厲害厲害 他建議 譚明倫建議 增加大灣區的演出平台 磨合香港和內地的年輕人 只是找東西去混 多點東西去混 以及 帶一些年輕人 回內地見識見識 祖國的發展 是 他說其實 年輕人他們不明白 就變了很多疑惑 不明白的意思就是不明白內地 不明白內地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問題 腦子裡有很多疑問 問號 一有疑問 就會產生誤會 這個誤會 不是一朝一夕 能夠解決的 很多 現在的 90後 90後可能問哪些都還有些 很多 都不回內地 不知道怎麼解釋 是嗎 我又覺得不是 我們80後 那時候 80後 一中學畢業 立即 有人帶我們回大陸 是啊 又說認識女生 又說吃東西 又說什麼三沙一水 空中飛人 下冰上巴黎 對 夏威夷風暴 一條龍 一條青龍 我們全部都不做 告訴你 那些什麼管式 我們全部都不認識 為什麼 那些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是告訴你以前有個文化 很多港人都北上 去玩東西 發展 上去發展 發展他們的感情 沒錯 有一條幾拉圈 那些我們不認識 我們也不認識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年紀 因為我們是媽寧侯 說到譚詠麟 可能對內地的文化 是相當之尊重 剛才說的 就完全不要碰 不認識 跟大家說 這些千萬不要學 他們那些就上去要交流 交流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上去交流 交流什麼 交流什麼 飲食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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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 你過了19年 其實有很多 那時候中三中二那些 現在已經變成了大人 變成大人 他們又不認識 下來的那些人就認識 在這裡土生土長那些不認識 有些人會說 可能他們少回 甚至乎沒有 有一段時間沒有回內地 譚詠麟說 那些年輕人不認識 那些年輕人連他都不認識 對不對 幾紅都沒用 花無百日紅 他當然認識 內地的人都認識他 內地認識他 香港的年輕人 我知道 香港的年輕人 認識姜圖 當然了 男團 女團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男團 那時候是溫拿 其中一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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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覺得他 你當然是熟落 譚詠麟 回內地 很多活動 在說表演 你看到 連不同的大小新聞 都會有份 踢球 踢球 去哪裡 坐在床邊 拍照 你想想 連在酒店休息的照片 都被人拍出來的時候 他好像賭神一樣 一張背影照 都流傳萬世 除了周潤發之外 在電影裡 真實現實做到 就是譚詠麟 他就算多了 背部照 背部照 背部照厲害 是啊 你覺得有什麼好東西 介紹給年輕人 有什麼好東西 你說說祖國的好東西 說得不好 就剩下你 不是 你只是說 我剩下 電話 科技的發展 一部電話 什麼都搞不完 對 那個方便的程度 有些人說 有多方便 你有沒有用過 這是真的 對 別人的叫車平台也好 點東西 美團 點東西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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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泰國那些 有美團 然後你買 別人的全部 所有活動 活動 例如 你平時日常百貨 買東西 然後你賣樓 賣樓 都是靠網上APP 有些帥氣明星 有些少女不識吳亦凡 少女不識吳亦凡 變稱什麼 變稱美女也枉然 美女也不要學 不要像那些 金玉其外 中國其實內地有很多好東西 一定是繁榮 像上海一樣 你看現在 又發展得好 又多有錢人 不要說上海 說近一點 深圳乘地鐵都差不多 跟香港 沒錯 放空又做得好 對 深圳沒事的 沒事 正常生活 人結地靈 人又友善 所以看到我們香港的藝人 衝上去 發展 什麼 唱歌也好 歌影時抹 女生又和開可親 服務救恩勤 笑容可親 沒錯 全新的社會自稱心 優閒好氣氛 坦白 現在就說 你們的年輕人少接觸 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 真的 你說媽寧侯少上去 我自己印象 我身邊 曾經和一些媽寧侯的年輕人 你想想 媽寧侯對上上去 他才只有19歲 有三年通不了關 是啊 他們一有時間就回上去 怎麼了 只是飲食而已 飲飲食食 潮流文化 嘩 你不是 嘩 不是吧 潮流文化 是的 因為內地的網絡熱潮大 很多人都要抄襲 所以有時候 你不要說沒有 我以前經常回大學追求 什麼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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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吃飯 我看一定是遠分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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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用自己的觀感去評論 我覺得不準確 你由譚詠麟先生說出來 內地有多好 我相信 他也算是一個值得 大家參考 始終他在內地發展了一段時間 很多事玩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我一定是回大陸去畫耳朵 他說耳朵有事 找美女幫他坐耳 哦 這樣嗎 是啊 有些人走得累 那些 他自己的耳朵撩不行 要找美女幫他撩 當然 自己怎樣撩 人撩他撩人 哈哈 厲害了 開心 譚詠麟在這個網上平台說的 就說得很hyper 就說 誤會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 他說這種疑慮在年輕的一代裡 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然後譚詠麟越說越激動 他說 大家經常說一家人 一家人 一家人 怎樣一家人 我又不熟悉你 親戚 一家人都不朋友 對吧 對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有發展空間 最重要是甚麼 其實很容易搞的 連登那些 經常看年輕人 說不能追求女兒 你又不見他們 對著北方美女 有甚麼戒心 對 不要說他們 年紀再大一點 老司機都死了 說甚麼 有時候 你在網上那些 一見到內地的美女圖 又說J出血那些 我覺得 他反正香港也找不到女兒 搞甚麼通婚 你不要搞上班 萬八元那些 香港找到 你搞那些交流團 男男女女那些 即是速度約會的 那些朋友 當然 又是官方做 內地的女生 又可以下來更容易 大家互相 他又上去 又進去 又容易 搞到那些人 但很多男生說不能拍拖 大陸有這麼多女生 那個比例一定是多 反過來 到時候會不會香港的女生 又吵 吵甚麼 你喜歡洋腸 這樣 香港的毒L不關你的事 沒有辦法 你又不選香港的毒L不關你的 你選擇就沒事了 甚麼 不要多選擇 人生多選擇 對的 有些事情 不只是內地 這個世界 我們經常說 很多時候要多看 多接觸 現在譚詠雯先生也說 你不給他們機會接觸 整天 讓他們自己想想 他們想歪了一些事情 就有問題 說而已 你說而已 你現在通關才行 我的話想回去 甩一甩骨 但你不是 現在不行的 你現在通不了關 通過 鼻塞也不行 你那些後廣 你是不是帶那些年輕人去開國 青年團 蝕奇仔 嘻 拒領軍 你又不是搞這些 拒領軍 你現在說而已 我知道上面好 又多玩 一電話停卡拉OK 不要說多玩 真心一句 你認識人又免過一半 開心 好玩 這些就是其一 其二 唱卡拉OK又便宜 當然 幾元一個小時 十元一個小時 唱一下譚詠雯的歌 對 遮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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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些開玩笑之外 空間也比較大 是的 我當時在深圳有些地方咖啡 喝咖啡坐一天 晚上阿希哥當時上班 等他上來吃燒雞 一隻燒雞幾十元 在一個大餐廳 很漂亮的餐廳 兩層 好像哈利波特那種裝飾 水晶大燈 是 外面有一隻獨角獸騎馬 是 在深圳一間餐廳 很便宜的 百頭 好像帶一條女生上山頂 我呀 我在廣州 有一次下雨 下大雨 被巴士走過 沾水淹 濕透了 然後火也離開 然後走進休閒中心 當然不是 不是這些 然後走進去 反正也是 買個鞋子 買個襪子 買個襪子 那去哪裡買呢 什麼 我女朋友說 去迪卡龍 有迪卡龍嗎 廣州 我記得好像珠江山城那邊 大到嚇死人 好像外國那些迪卡龍 你不懂得玩 帶女兒回大陸 不是 女兒帶你回大陸 反過來 沒有 下次要我領軍 李領軍 快點通關 這些 我們扔下希哥 扔下希哥 我一會笑 我一會笑 拿剪刀出來 不是 我把鎖出來 什麼 拿鎖出來 這麼粗帶 不用啊 鎖住你的嘴 其實是 有些事情都有 好 有些不好的 我們 不可以純粹看一單方面 有些人就會純粹看好的方面 有些人看不好的方面 譚詠麟 他都覺得 李家超 都建議 應該是怎樣跟內地 即內地和香港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怎樣去磨合 令到他們 有些歸屬感也好 你覺得他是怎樣可以 去內地發展也好 這些都是需要時間去做 但是譚詠麟在這方面 極度支持 我都知道他都很喜歡內地的生活 這件事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譚詠麟也有什麼話說呢 他就說 香港現在是大病初遇 蛤? 是啊 他都說 腦袋還未走回正常 對 現在才說到第一個階段 距離的目標 還有一些很遙遠之路 雖然 演藝界 就開始出來 就說很多show 接下來六月 七月打後 但是始終這段時間 真的經歷過第五波疫情 大家 大傷 元氣大傷 他就說大病初遇 那就先當是大病初遇 他就說 現在演藝界有很多自僱人士 政府那些補助 資助不到位 有些人更加 頂不住 轉行 沒得掛人 這件事 人人都要賺錢 很多人都在家 等開飯 你沒辦法 沒有show 我就先做其他事情 先看演藝娛樂 真的走回正常的時候 他就回來 他說 譚詠麟說 看回頭 這件事很可悲 為甚麼 他就說 演藝娛樂就是這樣 搞到現在 怎樣 你受疫情影響 全部人 轉行又轉行 家裡 糧地糧地 你還在這裏 為何你頂得上 別人頂不上 因為人家的工資搞不好 因為娛樂圈是一份長散工 嗯 有 於是環境 環境好的時候 你不看著人家 現在環境不好 你沒事 為甚麼你沒事 他當然沒事 為甚麼大哥全部沒事 你說跟著行業 其他那些 低下那些呢 他們有時候只有說 是啊 是啊 你說轉行轉行 他喜歡進來 但真的流失了很多人才 但為甚麼你認為那些人才 他會在這些地方頂不住 你作為一個大哥 有沒有出來籌下款 即是好像郭富城 都出來唱歌 籌給那些舞蹈 幫忙 頂上舞蹈藝員 畢竟自己也有行頭 和左倫右 你幫助那些跳舞 做那些舞蹈 台燈精 有沒有幫忙 說沒用 你跟超哥說 超哥又不是演藝界 你知道你清楚 你做到 郭富城也做到 你是他前輩 連說是很慘很可悲 這樣不行 你做到事你不做 超哥就跟他說 畢竟我都看著你唱歌 你有辦法 你應該想得到 你去問超哥 你去問超哥 你給我一點煩惱 超哥 超哥說這些 真的不是我範疇 你是你們的界別 對 你有甚麼好招 你就搞吧 譚詠麟繼續說到 香港曾經是東方之珠 全世界都以香港音樂為發源地 嘩這件事我覺得 有點多了 也不是 音樂 做明星 香港的明星 好像現在的韓國 當然是張國榮 妹姐的年代 日本也有 日本也厲害 他發源地說多了 很多歌都是 改人家安全地帶 沒錯 改人家日本歌 香港的音樂 你問我 就覺得一向都是 左抄右抄 集各家 集各大家之城 怎樣呢 你說悲哀也沒用 你捧我契仔出來 又不行 捧我Mr.出來又不行 你死亡之吻 大哥 這個責任不是別人到 你說只是給你勝 但你可不可以說 其他有建設性 我自己覺得 建設性 他就說 希望新一屆政府 考慮一下 如何發光發亮 另外再說多一點 黃伯明也出來 批評政府 冷待電影業 這樣嗎 他說電影總監黃伯明指出 香港電影曾經有輝煌的年代 全盛時期更加有14萬個座位 現在說到很可憐 4萬個都不足夠 這麼少 他批評政府 一向對電影業都冷漠 寧願拿54億去救海洋公園 電影業 只有5,050萬去的寶座 他說 一年 你拿54億嗎 海洋公園就拿54億 那邊就只有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 那差一百倍 黃伯明說 問一下市民 平均香港人 一年去幾次海洋公園 一次 那你進戲院呢 經常去 那就是 他說有沒有搞錯 這個比較 他說得有道理 這個就真的有建設性 是啊 這些真是老航專 那些真是 即是 黃伯明拿回六七十年代 他說 他說過時政府的規劃就是區區有戲院 就說八九十年代減少干預 就希望未來這一屆政府 能夠重視戲院 的確是的 的確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 香港的電影院 撿下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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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否對電影的冷漠 我覺得是兩樣看的 當然 外在能力的幫忙 例如什麼呢 政府 他們對電影圈的支持 怎樣支持 例如 拍戲 你們拍戲 多些資助補貼 或者開戲的時候多些東西 或者怎樣去 多引領一些新的人 進入這個圈 或者搞大個餅 這些都是外在之力 內在之力就是 電影圈裡面 娛樂圈裡面的人 怎樣一起可以做大個餅 我覺得都很多方面 鬼咩現在調鹽水 電影圈 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黃八明這位前輩說得真的有道 是的 其實大家 這麼說我也不知道 都 你一比較就知道 是的 你說海洋公園是要保留 有些人就說 現在講話 算吧 沒有什麼改變的 不如就 閉上去算吧 有些人就這樣說 海洋公園說 你沒有什麼變動 幾十年都是這樣 裡面的東西 他拿來做旅遊業 當然 又不想只有一個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 這個香港 海洋公園是香港特色 對嗎 那怎樣去變遷 怎樣去改革 就需要再研究 但是電影業 這麼多年以來 香港都引以為傲的地方 對嗎 尤其是黃金年代 八九十年代 過了去之後 回落下來 現在都一直在低位 我們看到數字 原來就是這樣 他不說我們真的不知道 聽到心算 心算 一百倍的資金 不要說一百倍 你差十倍 我覺得已經是淒涼了 五十四億 一個是五千多萬 五千萬 一百零八倍 你想想 可不可以五億也好 你說資助有五億 我們都覺得少了 電影圈 開一套電影 都不止這個數 有時候有幾千萬 已經說 幾千萬 又說黃金製作 很多時候 他想搞好 譚詠麟所說 香港又說 這樣又這樣 其實你可以 效法南韓 當年的社會運動之後 為何今時今日的南韓 演藝圈會這麼歌舞聲平 政府用了大量的資金 去粉飾太平 把資金放進娛樂圈的夢工場 這些全部都是金鵟肉砌華麗盛煙 令很多美女 陰陰養養 花哩花綠 如果想做那種 譚詠麟那種 應該是跟黃百明那種 沒錯 把那一百零八倍的資金 扔進電影娛樂界 如何震傾他 這麼大塊錢 你真是靠MIRROR支持著 你沒有MIRROR這班兒子 娛樂圈你還死 這個疫情裡面 真是慶幸 真的慶幸 要不然你還死 還值得快 值得快 你以為只是娛樂圈嗎 廣告 你很多東西 你真是很幸運 你這期 他仍是靠著他們幫你炒熱 有些東西 讓大家還有個心 就是有個熱 想著 是不是有機會翻生 香港的娛樂 是不是 這個是靠大家了 政府 看看超哥會不會 扔多些錢下去 或者怎樣 其實有時候真的慘 你想想香港拍戲 在香港取景 有些人就搭過景 你有什麼地方讓他們搭 現在就是在質如沖的位置 你怕地鐵 是不是劉德華 拆彈專家 還是什麼 怕中環地鐵站 那個景 就在質如沖那邊搭過景 想搭多大一點 你找個大塊地給他 搭也難 有時候 每次都靠電腦 那你 好了 電腦方面 這些 人 人才有多少 其實他們都心痛 分分鐘人家都走光 走光的意思就是 你都沒得擾 這裡 我懂的技能 這麼辛苦學回來的經驗 然後轉過頭 現在沒有 我走了去 走去哪裡 不是在香港 走去做其他事情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 我老爸 開巴士 他有個車長 那些成家班 有個在站頭 表演 手倒立 用手走路 說為什麼這麼駕駛 我以前跟成龍賺吃 不是你們那些傢伙 又說人才流失 為什麼人家會跑去開巴士 你自己放過枕頭想 那些業界那些 所以有些人 什麼叫高手在民間 這些民間的人都下來了 分分鐘可能身邊送貨給你 那個人 原來以前做龍虎武師 又行 或者可能在幕後做後期製作 很多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的 你現在行頭小到這樣 的確是 原來其中的錢引 都很大的問題 不要說從內地接軌 你現在 首先你多放些錢 來發展自己 我也覺得是 另外 也說一下高志森 就批評 香港負責文化藝術的官員 依然 停留在交流活動的層面 他又說 沒有按照國家要求 發展大灣區的文化產業 那麼 這件事 是不是覺得 要再發大一點來做呢 可能要疫情過後才能夠做到 而汪阿姐也有說 快點 開放一些表演場地 因為始終他們做 汪阿姐你也知道 做粵劇的 是不是 這些場地都停了 搞到他們都沒辦法去做這些 這樣的表演 始終 或者甚至乎 香港 有很多不同的 好像紅館也好 大的又大的 劇場也有 小的劇場也有 全部很多 都是為演藝界出力的 那你現在停了 大家真的坐定定在這裏 你抬燈聲那些 很多都等你去賺錢 沒有的 沒有什麼要做 那怎麼辦呢 就是再做地盤 台燈聲那些 都是幫你搭棚起的 甚至乎做裝修 其他的走出去 人才流失就是這些位置 他們會不會再轉行回來娛樂呢 不知道 可能要等他們都會先看好一些 一會兒 你轉個頭 又叫我開工 開兩下 好像 誰這樣 張敬軒那樣 開演唱會 被人集停了 真可憐 天一半就是一半的 所有事情都好住了 所以 他們說出來 有些位置 譚詠麟就說 要支持 從內地發展 不過 好像是王八明說的 所說的 不如你多扔錢 多扔錢 到香港自己的圈裡 他說的話 黃八明說的話 是有實際的用途 沒錯 你只有一個聖無用 你那些人 就算譚詠麟 你不是說現在的疫情 什麼 不是社會運動 你們自己本身人才流失 你這行 你有沒有看 我要誠明 嗯 留不住人 冤不住人 你由他自生自滅 老行專門說 是啊 但你們前輩可以改變行業風氣 只要你那些人 為何你不死 別人死 就自己想想 是啊 真的 說起就吵了 不要怒氣 就這樣 好 拜拜